今天好熱啊 台灣熱成了37度C的熱番薯 同一個時間我們看到了 經濟部長郭志輝 他要求台電 你給我做出梗圖 做出圖卡 跟人民報告 告訴大家不缺電 核三一號機退廠之後的 這個供電缺口怎麼辦 想好了 跟民營火力電廠買電 同時賣聊的燃煤電廠 延後廚藝 大家不用怕了 哇 消息一傳出 大炸鍋了 對 沒錯 實際上到底現在缺不缺電來說 我們這個行政院或是經濟部 決定硬起來就說 好 我們現在要直接跟你直球對決 所以郭志輝他就說 我的這個作風就是公開透明 所以我要求台電在 昨天下班的時候 要做出所謂不缺電的這個電卡 好 那結果果然就做出來了 在20號的這個 下午3點45分的時候 就發布這個圖卡說明 好 上面講你看 核三一號機除翼會缺電 然後他打了一個大叉叉 他就說因為新上線的機組 比廚藝的發電容量更大 所以大家不用怕 那裡面這樣講 你看廚藝的部分來說的話 有包括說核三的一號機 95萬千瓦 另外還有賣療的二號機 60萬千瓦 不用怕 你看我們這個 核三一號機 90萬千瓦 頂上的是豐德三號機 有110萬千瓦 另外一個賣療二號機 60萬千瓦 頂上的是大潭九號機的 112萬千瓦 所以大家不用怕 而且我們還會陸陸新增包括說像 大潭七號機 新達一號機等等一大堆 然後也就是說目前為止 我們的備轉容量可以約莫 維持7%左右 大家都不用怕 缺電的一個狀況 可是他這樣講的時候 其實有相關人士就指出來說 你這個圖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有點怪怪的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裡面有頂替就是說新增 新增是大潭九號機 112萬千瓦 但是你知道嗎 俊項原本的大潭九號機 是在這個時間 它在2023年就要上線了 也就是說當時是因為核二的關係的時候 他當時是要用它來頂替核二 核二都已經完全走入歷史了 對 結果它是延到現在來說才上線嘛 那你這個到底是 那之前的缺 那到底是用什麼補了 沒有說清楚 反而是繞了更大的線 然後原定在這個2023年上線的 這個新達燃耀機1號線 也是延到今年下半年才上線 所以你過去應該要補上核二的 都現在才來 那你現在又說未來又有電可以補 大家都覺得說那你這個是 到底你是要補核二還是要補這個賣療啊 這個是不是有一點點 好像有點漏線的感覺啊 好 除了這個大潭九號機漏了線之外 我比較在意的是這個 核三一號機退掉之後的這個供電缺口 這邊給答案了 是 豐德三號機可以供上來 而且保證夠 用好用滿 本來讓你心安 就一看下去不得了了 心更不安了 對 沒錯 那豐德來說的話 他三號機有110萬千萬 會取代核三的一號機 那但是問題是 很明眼的人都知道說 這個可能不太行 為什麼不太行呢 我們知道說台南的這個豐德電廠來說的話 他目前有一個二期的這個計畫 但是因為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申請這個電業執照來商轉 但是因為收到之前的居民不斷的抗議 抗議之後就說 你們這個這個陷入老舊 而且回饋金有一些爭議的問題來說的話 當地的立委陳廷飛要求說 你要完成評估報告 不然後來就不能夠商轉 這好像你要用豐德三號機的來取代這個 似乎也是有點困難的這個局面 就像我問你 我們要已經成立這個 這個所謂氣候偏見委員會了 但是我們目前的環團就說 那你那個三接不能夠建啊 要停建啊對不對 然後賣了一號機能 不能夠這個展延這個合約的這個狀況嘛 為什麼 如果三接停接的話 那我們知道我們大潭的 我的氣就進不來 我的天然氣發電就通通算不進我的宮殿裡了 因為我們大潭電廠的這個工地的這個三接沒辦法送上線的話 那大潭電廠不是就沒辦法用嗎對不對 那尤其是我們目前為止卡在一個什麼關卡 因為我們這個三接接受這個海岸的這個利用的許可的訴訟案 目前為止被最高法院發回重申 也就是說這個似乎是還要再走一個程序 如果再走一個程序的話 那你台電說的所謂的我要取代目前為止 這個因為廚藝的這個缺口 好像你是完全補不上一個狀況 怎麼不擔心啊 我們剛剛都還沒有講到綠電 觀眾朋友 2030年之前有10座至少的數據中心 都是高耗能高耗電要來台灣 那Amazon跟你講我要綠電 NVIDIA跟你講我要綠電 你要知道台灣綠電超過九成都賣給了台積電 那綠電這家都不夠了 怎麼辦 對沒錯 事實上這個綠電的問題恐怕 這個雖然積極在發展 但是目前為止也不夠用 為什麼 最新的消息就是黃仁勳他說 我們要來台灣設立這個研發中心 還有超級電腦以及總部 但是他說 因為他目前為止都要求要買綠電 所以他傳言要採購上百億度的綠電 大家聽到這個商機當然是很讚 可是問題是電在哪裡 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 鴻海已經開始在要佈建所謂的超級電腦 還有他自己本身 因為這個所謂ER100的這個關係 他也要採購這個相關的綠電 所以他就說2030年我也需要100億度的綠電 然後台積電更不用說 台積電的目前為止來說 都要用綠電的這個產能 他也需要大概180億到240億度電 可是就像我問你我們去年的綠電交易來說的話多少 多少 17億度 差這麼多 所以你看 怎麼夠 他們三個加起來的話就是快要400億度 等一下你看你才交易17億度 所以看起來的話如果你要看 你要讓他們能夠直接取得這個綠能的相關的憑證 甚至綠能的狀況恐怕相當的問題 那你要說不對啊 這個我們政府不是在弄什麼風力發電 還要弄太陽能發電嗎 可是問題是就像你知道 如果你去看我們現在的再生能源 包括這個離岸風電跟太陽能發電來說 目前的比例10%左右就很難突破 而且我們計畫是要到25 20% 這個難度太大了嘛 那尤其是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必須說目前為止的一些離岸風電的這個 這個電廠或是說一些暗場的設立來說的話 好像遭遇到蠻大的阻力 為什麼遭遇到蠻大的阻力呢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是三支一起的 三支一起你看完成簽署 這個是這個開發商兩個是完成簽署 然後還有兩個還有三個就說 我們表達意願但是要延展展延這個簽署 然後另外甚至還有兩家已經暫停開發 也就是說三支一這是三支一 三支一是計畫是2026到2027年要並往進來 結果你看有些人要展延 那有些人要暫停開發 所以看起來的話原本的進度是沒辦法達成的 他們都要延後一年到2027到2028 那甚至還有這是三支一的這個期限 那另外還有三支二的期限 那三支二的期限的業者就說 我們現在可能三支一都做不到 我們甚至怎麼可能做得完 所以看起來的話是完工的日期又要往後延 那甚至有業者說希望能夠砍掉重電 你就知道其實風力發電 目前為止似乎也遭遇到你要往上衝 好像這個動能沒辦法往上衝得很快的這個關係 另外包括說像我們六月的時候 環境部又提出一個 我們要把三波地的這個特定的農業區設置光電 要納入環評 那過去我們可以把它切割成一些小農地 我用這樣來規避農環評嘛 但問題現在沒辦法 如果你都要三波地或是特定農業區就一定要環評的話 那看起來的話你就不可能有太多的 這個太陽能發電的這個暗場可以讓你做嘛 所以對他來講的話這個你看從台電的梗圖 然後一直到風力發電跟太陽能發電 目前為止好像也遇到一些瓶頸來說的話 到底會不會缺電 我覺得台電的梗圖並沒辦法解釋人民心中的疑惑 好聽完這裡 柏毅今天部長要台電弄了個梗圖出來說 不要擔心核戰一號機退場之後 我們後面補得上來 哇看完之後我心更不安了 沒錯我也更不安了 因為他把乾淨的能源拿掉 用費來取代你剩下的能源 拿人民的健康開玩笑 就是郭志輝新部長他最大的政策 對國家好不好不重要 梗圖做得快不快居然才是綠營的首選 這種事情對人民要怎麼來交代 要知道郭志輝因為之前在業界待過 所以他剛被選任當部長的時候 被認為是最受期待的賴政府官員 他的發言一開始也相當的不錯 說什麼核能是乾淨的能源 安全無瑜 並且修法通過的情況之下 核電廠研議是有機會的 他會來關注一下竹科蓋小型核電廠SMR的事情 有一種不分顏色只論是非的風骨 就沒想到他跟綠營高層一個參會結束完之後 通通都變了 完全改變了 他說核電是沒有考慮的一部分 非核家園的態度沒有改變 宣誓四階一定要蓋 甚至更好笑 他說為了省電 不必每個房間都裝冷氣 一廳三房裝兩台就夠了 這個王美花花也太快了吧 王美花之前怎麼叫大家的 要聰明用電 然後要一些麵包店 平常不要烤麵包 三斤半夜再烤麵包 因為店價比較便宜 這個居然是經濟部 居然是之前的蔡政府 嘉欣在賴政府 叫民眾審定的方式 近期啊 全台各地 新北 新竹 桃園 台中 彰化 屏東 連小琉球 台北市的內科 西門町 都跳給你看了 連他自己的高雄 圓林 好不好 林圓 都一樣跳電 請問一下 這個不叫缺電 那什麼叫缺電 我覺得綠營很多人為了政治利益 為了他們選票考量 真的把眼睛蒙了起來 完全不管現實是什麼 什麼話都敢說 這種只為了政治利益 只為選票考量的執政黨 我們人民真的不要忍耐下去了 如果繼續縱容下去 那我跟各位報告 以後我們可能是 135跳電 246停電 因為接下來能源政策 如果不持續改變的話 不只傷了是你我的荷包 還會傷了我們整個國家 對於未來 對於高科技業的發展 以及前景 是 楊明 你怎麼看 首先 這個我們的郭部長 在經過黨內的震撼教育 洗滴人心之後 現在已經跟黨同一個步調了 他說他的作風就是公開透明 把資訊公開 他要求台電做 不缺電圖卡 不是啦 這個台電你知道 台電官網 每天都會告訴你 我們今天有多少電 我們能發多少電 然後呢 我們這個什麼叫做什麼 倍轉容量率有多少 現在已經有了 不需要額外做圖卡 電力缺口發生的時間點 真正的時間點 是在核三廠的一號機 跟二號機 逐漸除一丸 然後呢 當你今天用其他的能源 其他的電廠來替補的時候 我們最關鍵是什麼 最關鍵 如果你用火力 到了冬天是不是要減少 他的這個所謂的污染 就會被限制 他的這個發電的效率 包括我們現在總統不是成立一個 氣候變遷委員會嗎 裡面就包括了能源轉型 這樣的議題啊 所以可是我們的火力發電的比重 還是有將近八成左右 天然氣加燃煤 加近八成左右的這個 火力發電的這個比例 還是很高啊 那所以我說 現在郭智輝部長 我只希望 其實現在講跳電缺電 沒有意義 因為真正時間點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 但是我希望部長務實一點 做好完整的準備 如果明年河山廠全部除疫之後 接下來能不能給老百姓一個安穩 穩定 而且不會跳電 而且可以舒適 不會漲電價的能源供應的架構 五七爆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來了 謝謝大家 是你們的訂閱數 加持了我們 讓我們在4月6號中午過後 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九點到十一點 他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 我要跟大家重點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爆新聞 君相還有優秀的五七爆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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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 小火 公署 一邊 兩邊 一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